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 谁找到了谁不累 嘿嘿嘿 快乐是个蛋糕 谁分享谁就还陪 大你也哼 爱你也哼 爱你也哼 想你也哼 想你也哼 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快乐的Family 一家快乐的Family Family 爸呀 这不年不节的 为啥今天大扫除啊 前世风下的指示 让我们全家组动员 给未来的孩子 创造一个清洁卫生的环境 咱家有那么脏吗 再说了 是他媳妇生孩子 凭什么他不干活啊 哎呀 你二姐夫干的都是大事 你再也不如研究大买卖呢 他啥大买卖啊 哼 哼 哼 太阳出来 空几角 哦 哦 哦 四伯儿 哦 困住了 四伯儿 哎 大家 起来了 我问你个事 你说 你刚才做梦是不是梦见 正在做家琴的买卖 别打岔 干活呢 让你家 这什么 什么做梦不做梦呢 大姐 嗯 你这打扫的怎么样啊 挺好的 干净 咔哼 咔哼 怎么这么多灰啊 哪有灰 哎哎哎 大姐问你干啥呢 擦灰呢 可真行你这两口子 一个葫芦灰 一个擦灰 你两口子流水线呢 钢子 轻点 轻点啊 哎哎哎 小美莉 嗯 哎 你是看手机啊 还是擦地啊 没看见我这不是擦地呢吗 待着 哎呦 妈呀 这是你擦的地啊 这么脏呢 那地嘛 还能擦多干净 还能擦得跟桌面一样啊 哎 给我降嘴是不是啊 你脸怎么每天洗这么干净呢 那地怎么擦不干净啊 那脸跟地能一样吗 你擦地 快点去 哎 爸爸 哎 险总 哎呀 重检查 哎我的天哪 这冰箱整挺干净啊 谢谢表扬 我是表扬你啊 哎呀 这冰箱不能那么干净啊 哎 你得把我爱吃的猪头肉啊 爱喝的啤酒啊 得给他怼满咯 你要往里怼大晚上得拿钱怼 爸 这个月我经济上有点紧张 你给他怼满啊 这个顺风啊 我就有一点没懂 你说 你看我全家都干活啊 你干点啥好呢 我那个鸡啊 蛋还没下完呢 我得赶紧去做梦去 不能半途而废 快点 干活 快点大姐夫啊 要不然我给你挖个坑给你埋了 头一回听说公鸡还能下蛋呢 爸 你快看他呀 他自己不干活 竟指望干活 你干嘛 我累不着 哦 钢子 电话 你帮我接一下 哎 喂 啊 胜利啊 我是你大嫂 我挺好的 找钢子 来来来给我 等会 快点快点 胜利 胜利电话 胜利 我听出来了 喂 胜利啊 哦 怎么的 啊 哦 啊 哦 啊 哦 哎哎哎 谁跟我大姐夫大姐夫 大姐夫啊哦 啊哦 你看你欠着欠着那样 是他战友 人家是大老板 哎呦 买卖做的老大了 那么大老板 还跟他有联系啊 他俩关系可好了 啊 当兵的时候 钢子时代班长 这叫 敬友敬友青兄弟 你看啊 他接完电话 还能唱两句 啊 行 好的 好嘞 Poke 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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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子 咱俄下来来 嗯 怎么这 这个胜利给你打电话 啥事把你乐成这样啊 好事 吴易 Order啊 我这战友啊 到咱们这来发展来了 是啊 哎 就咱们小区 刚开发那个楼盘 正在动工那个 那就是他的 才要去对过那个 对对对 那楼盘老大了 是 我去看过 那买的是他的 他的 那他可是个大老板 那当然了 多大个老板呢 这我科学的给你解释一下吧 比方说这个老板 是卖大草勺的 你二姐夫卖的就是 瓦尔勺 他就也太大了 大姐夫 那么大个老板 他请你吃饭呢 哎呦 他俩可是生死之交 你大姐夫曾经救过他的命 是 真的吗 哎 情况是这样的 当初啊 他刚来当兵 我是他班长 我们就带着他呀 进行这个手术弹训练 我就跟他说 我说就一样 侧身 明白不 拉弦45度扔出去 完了头的越远越好 他就来了 他说班长我来 他也侧身 拉弦45度扔出去 完了跟我说班长 你看我偷得多远 手术弹已经看不见了 我说你往下边看 他一看 哎呦我的妈呀 当时我啪就扑上去了 但是那个手榴弹想不想啊 训练弹想不了 我假的你扑他这啥呀 爸 训练得当实战来 万一他是个真手榴弹 我就得去救他 我得完成这个动作 明白了 但是他后来老跟我说 他在班长 他说我想起呀 如果要是有一天 真是那个真手榴弹 你也会这么救我 所以你救了我一条命 所以他老跟我说 我俩是生死兄弟 这就叫战友情啊 哎刚才 啥时候把胜利请加来 我给做点好吃的呗 不用 他说了 今天晚上请咱全家吃饭 吃大餐啊 爸你得去啊 他就给我一定去 必须去 这不吃大餐吗 那赶紧干活的啊 赶紧干完好吃的 干活的 干什么干呢 我看咱家这些活 后天都干不完 我干了 不就这点活嘛 再说了 谁能惹得起他呀 我 你说啥 我能惹得起 大姐们 你别说我没提醒你啊 你到现在还在 二姐夫挖那坑里埋着呢 不要出土啊 你要非我扑我呀 对 我要凤凰涅槃 我要一活成不成 哎呀 钢子 你不怕呀 不怕 怕啥呀 手段我都不怕 我能拍一个瓦尔巢 我跟你说 爸你信不信 今天我就让顺芬 把这活全干了 他一个人干 不可能 你过来过来 一会你们全力配合我 明白不 好 散开 好 散开 顺芬 来来来 顺芬 我给你说个事 哎呦 大姐夫 顺芬 你这回可是叫得太及时了 我那些鸡 全下的都是霜黄的 太舒服了 太好 你辛苦了 来来 顺芬 我跟你说 刚才我战友给我来了个电话 哎呀 不就当了几年兵吗 哎呀 有几个战友老给你打电话 干啥呀 今天是胜利给我打的电话 哎呦 胜利 叫胜利的人多了 张胜利 孙胜利 刘胜利 还能是咱小区那刘胜利董事长啊 就是他 刘胜利董事长给你打电话 是 他是你的战友 我战友 顺芬 你见没见过刘胜利啊 我见过 老远的见过 这不这两天一直跟他联系 跟我见面的吗 他不理我 行 来 坐会儿 我这手机里边有照片 来 你看看 我看 第二排 从左边数第二个是谁 哎呦 刘董事长 对 没错 就是他 对 这不也有你吗 你怎么坐中间呢 我当然坐中间了 为什么 我是他班长 为什么 真是战友啊 当然了 他给你打电话干啥呀 他给我打电话呀 他给我打电话呀 他请我让我去他们公司去当这个总监 哎 解放邻居还鼓掌呢 怎么的 他总监 他会监啥呀 会监双方蛋 他会监 哎 顺芬你还别 我跟你说 我跟胜利这个关系 你是不知道的 你俩关系再好 人家也不能让你去当总监 你这谁信 爸 哎 这是呢 来 你过来 还什么 解释一下我跟胜利的关系 我跟你说说一口啊 啊 那个刘总啊 嗯 不光是他的战友 那是 他们俩有生死之交啊 生死之交 怎么呢 你大姐夫救魂那刘总的命 对 是吗 大敏啊 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救他 怎么的 就有一次吧 啊 那个钢子啊 带着那个胜利啊 练那个撇手榴弹 结果我这个胜利啊 他一紧张 嗖 啪 手榴弹落脚地下了 一大 呼吓就扑上去了 妈呀 那手榴弹怎么样啊 倒 你炸了呗 大姐夫 哎 怎么的 你哪个零件是假的呀 我哪个都不是 我什么摸什么 我全是真的 我是扑到胜利身上 我又不是扑手榴弹身上 我扑手榴弹身上 我倒霉了 大姐夫 我说你太勇敢了 我佩服 我跟你说你这是生死之中 你救过他的病 你信不信吧 我信 他请我当总监 你信不信 他请你当副总我都信 顺风啊 但是我现在可能考虑我去不了 为什么不去啊 你帮我分析一下 啊 你说我是去到那儿当总监呢 我还是在家给你煎双黄蛋 煎什么双黄蛋 那是我做的一个梦 你得去总监 你当总监对我有好处啊 行了我明白了 顺风 他今天晚上请我吃饭 但是我现在就考虑我可能没有时间去 你为什么不去啊 我家里边大扫除我 我走了没法干呢 我的妈呀 这点活 这点活让他们干嘛 不行 不行 怎么了 盛利说了 咱们家人都得去 爸 在公司里边也有很重要的位置 爸 什么位置 爸你干什么 这个刘总跟我谈过 哦 这个考虑我这个年事已高 哦 就不能给我压太重的担子 哦 主要让我负责一下安保 对 他们这个社区呢 总共有九个门 哦 他任命我当九门批都 对 我是私人助理 对 就是我秘书 哦对 你这是应该有个 那让小米妮干 小米妮干活 我才不干呢 我现在开始不干净你了 我干净我大姐夫 大姐夫够意思 仗义 把全家都安排了 是 我也是你的家人呢 就是你不好安排 你得把我安排 不是 因为你是做大买卖的人 实在不好安排 我那算什么大买卖啊 刘总如果是炒勺的话 我就是个挖耳勺 那个 师父啊 不管怎么说 你也是个挖耳勺 挖耳勺不好安排呀 行行行 你不用安排我了 你把他们都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上 好 回头你们公司的生意 全都跟我合作 怎么样 哎 好的 好 但是我们可能去不了 是 咱们又去不了啊 不是都走了 家里边这活谁干的 老强调这些活算什么呀 啊 那谁干的 我干 好 好 师父这活可累啊 累什么呀 不就这点活嘛 谁还干不了咱们呀 干起来师父 坐下 好的 都坐下 好 来吧吧吧 坐下坐下 哎呀不就是干活嘛 先拖地 哎呀 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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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 等会 这什么的 这地怎么擦的都是灰呀 行啊 这又不是餐桌 你脸上洗那么干净 地擦这么脏啊 好好擦 哎这是我的台词 师父啊 哎哎 你看看那个冰箱 哎好嘞 哎呀 哦对了爸 冰箱你不是都已经收拾干净了吗 什么东西都可以干净 唯独冰箱不能干净 啊 你得弄点啤酒 猪蹄啥怼进去 哈哈哈哈 我明白了 这也是我的台词 你放心 明天我给你怼满了 好 你坐下你坐下 哎 下边干什么 师父啊 哎 这个上边得擦一擦 我来擦 这灯泡啊灰什么的 擦干净 总监你请坐 好 好的 看我的看我的 哎呀不就是擦个这个吗 哎呀 这个太简单了 哎呀 哎呀真太简单了 哎爸 你从我二姐夫多美教训 干个活还在那儿子上 请天了吗 我大妈呀 请天了 哎 请天了 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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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爸爸 你不认识不上行吗 怎么不在 哎 哎 师父啊 师父啊 来来来 师父啊 你咋回事 没事吧 师父啊 哎呦 我的妈呀 哎呀 坐下来吧 坐下来吧 哎呦 我的妈呀 哎呀 快坐下 师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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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呦 师父 我 师父啊 好多了 那个 你大姐夫啊 逗你玩呢 那胜利没让钢子去当什么总监 对对对 那大姐夫跟你开玩笑的 他逗你呢 他就是请我们吃个饭 他没让我当总监 对对对 赵钢子 赵钢子 他逗我玩的 赵钢子 你行 在这个家里 只有我给你挖坑 你今天给我挖了一个坑 待着 好像敢给我挖坑 喂 谁啊 你是刘总的秘书 张秘书你好 怎么着 有事吗 刘总要见我 你转告一下刘总 我不是外人呢 他不有个战友叫赵刚的吗 你看你也知道吧 我 我是他连桥 他就在我身边 你们通个电话 好吧 大姐夫接个电话 大姐夫 小心坑 咋去了 不是 这咋去了 哎呦 我的妈呀 顺芬啊 接个电话 这坑说挖就挖呀 我可不过去 我绝不出这个地方 我跟你说顺芬我明白 我现在前前后后 同总要又上上上下下下 全是根 你看你 是康康秘书姐 我不接 我不接 真的 你跟我挖坑了 我不接 你听听 喂 谁啊 对不对 喂 是张秘书吗 对 证明一下咱俩的关系 哎呀妈 还真是小张啊 对对对 对对对 胜利晚上请我吃饭 啊 什么 你问一下钱盛峰 跟我是不是连桥啊 没错 你把电话挂了 你说给谁听啊 哦 对对对 不 她没听见 没事 顺芬 今天晚上 我们不是去吃饭吗 我吃饭的时候 我跟她详细说 不就完了吗 哎呀 大姐夫 哎呀 谢谢啊 咱是一家人 你记长精神合作 是是是 再说了 你跟她吃饭的时候 你就给她提出来 对不对 你是她的救命恩人 你就说 我跟你当副总吧 没什么 她一定答应了 顺芬啊 我跟你们说实话 我不愿意这样 怎么 我跟你说这人呐 得有点自知之明 对 人能干啥就干点啥 对不对 人不能太贪婪 你说我跟胜利这种感情 我跟她提出来了 她可能会答应 但是这样做的话 我觉得不对 是不是 她那野的人才 我去了把人顶了 这不走后门吗 没错 这不是拉关系吗 还有你看顺芬 我现在在小区里边 我干着物业 对吧 我挺好的 街坊邻居挺支持我的 离家又进 我挺满足的 人呐 得有点感恩之心 我明白了 大姐夫啊 这叫知足常乐 是 顺芬啊 咱今天晚上一起去吃饭 你也去 但是我提个建议 家里边的活着 咱大家一起行不行 行 咱大伙一块干 好 来 干起来 我跟你说 那个 哎呀 刚刚 哎 我发现点事 你说 你往前顺芬 给你挖坑的时候吧 啊 他用的都是铁桥 是 你用的是挖掘机啊 对 那个爸 我是这样 我轻易不挖坑 我一挖挖一骗 你知道吗 挖掘机哪家强 请到社区找赵刚 你干嘛 来嘛 盖起来嘛 哎 动了 接着一会儿啊 小俩到地方啊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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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经理 天经理 快 告诉我那个落水的孩子 救上来没有 啊 救上来 哎呦 我的妈 你不知道 哎呦 哎呦 那个情况非常的危急啊 我这巡逻呢 就看着一个孩子 噗 一下子掉水里了 我当时二话没说 做了一个标准的扎猛 噗哒 我就扎进去了 我扎得很深 我扎得很远 然后呢 不知道 我说你扎猛了干啥呀 你走过去不就得了吗 哎呦 妈妈 就喊着你说的这个轻松 我还走过去啊 我怎么走 那水那么深啊 给孩儿都没了 还那么深 那水就到这儿 就这么深吗 哎呦 哎呦 妈 不是我就大妹的 你怎么出现在现场了呢 我不听听你喊了吗 到那一看呢 你跟孩子在水里面 我把这扑都拿 好 我姐姐就给你俩秀上来了 我说你大小大呀 不会游泳 就敢跳水救孩子啊 我想那么多了吧 我说到了以后 抢了第一口水 我才反应过来 我不会游泳 天理你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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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你点事 说 你发朋友圈了吗 发了 发朋友圈了 发的是你奋不顾身 就算了一个落水儿童 太棒了啊 太棒了 你说 你说我喜欢的那个小蜜蜜 她能看着我 应该能看见 我有的好友 漂亮 这事干的漂亮啊 这事啊 那个 天经理 我能不能再求你点事 说 求蜜蜜看到这个朋友圈 他一定会来看我 对不对 看我的时候啊 你千万别跟他讲 说 你把我和孩子救上岸来 你就跟他讲 哎 我跳水 救孩子这段 行不行 为啥呀 这么跟你解释 秘密 心中一直想着说 他的另一半应该是个英雄 是个有男人味的人 所以说我就想 能不能借着这个事 让他对我印象好一点 那个我明白了 但是我这个人呢 说话比较直 我不会撒谎 不 田经理 这跟撒谎没有关系 你这属于啥呀 成人之魅 行 反正你确实是想救人 对我确实 对放心没问题 是不是啊 这回来吧 我让秘密知道知道 我是个英勇的男人 我是个勇敢的男人 我是个积极上进的男人 你现在是个落水的男人 赶紧把衣服坏了吧 别感冒了啊 不坏 让感冒来得更猛烈些吧 香水枪蒙哥吧 啊 没病找病啊 不是不是不是田经理 你没明白 我要是这个状态的话 我就能观察出来 秘密是不是关心我 那心在不在我这儿 好 余小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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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脸 伯伯 余小脸呢 后来呢 余小脸 不 不要 石勾勾地看着我 我从你的眼神里 看出了满满的爱 小脸 小脸 我问你们下来 刚才投影圈里发的那个 救孩子的英雄 真是你吗 不要叫我英雄 救一个孩子就成英雄了 我认为一天救一个孩子 那咋叫英雄 放过这些孩子吧 真是你呀 这你还怀疑我吗 我们田井里发的朋友圈 这事还能有假吗 我跟你说 郁乔亮 你旧孩子这事 在朋友圈里现在老火了 好多人留言啊 我刚还有人说 家长要亲自来感谢你 还要请你去学校 做讲演 做报告 做报告 那得多少人知道啊 我就想 让你知道就够了 郁乔亮 我今天在探亲你 你原来这么美大 这么帅啊 嘘 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 这才是我余小脸的原则 对对对 低调低调 你跟我讲讲讲 怎么回事 当时 情况是万般的险恶 一个孩子 哭头 一下就掉水里 二话没说 我做了个不标准的扎萌 我扎萌萌 扎进去了 我扎得很深 我扎得很远 这个时候 我到了水里 我就觉得 有什么东西紧紧地抓住了我的面部 水里有什么东西 他脸差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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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讲 我就挣扎得艰难呢 我先拔出了我的脸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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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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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这这这这 我就觉得我这肚子 我脏脏脏的 怎么了 枪起枪的呗 说的时候啊 出了一大口泥 还有一条鱼 那是泥就泥 你就别在那插上过来 泥就鱼 后来 后来我讲到哪儿了 那个讲到 吐了一条泥就鱼 对 当时啊 我吐一条泥就 我说我吐什么泥就鱼呢 贝贝 你别说话 好好好 我听当事人讲呢 后来 都是 都愿他 笨笨 你看你 就你下插话吧 他都忘了 你讲吧 不 讲啊 你不让我说话吗 现在可以说了 你讲 你讲 后来 小脸 那我讲了 讲 你就讲 我 救人那段 当时 情况万般险恶 后面就该上岸了 对对对对 后面那个小脸 就一手拉一个就上岸了 小脸 我听明白了 你真的好伟大 你真的好帅 哎 小脸是不是特别有男人味 特别有太棒了 小脸 哎 不对呀 笨笨 余小脸一下水救人 你衣服咋湿的 是啊 我上去救的人 你衣服咋湿了呢 来吧 你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你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是 是 是这样啊 我背小脸回来的 小脸全身湿了我 这不全身过也湿了吗 合理我 合理 不合理 你背到你后背 应该是你前面咋湿的 来 请继续合理 那个啊 就是这样啊 哎呀 我这个背小脸啊 就是太累了 就是背着回来 对 我就发现了 这好像是背不动了 然后我就去换个面吧 就给抱回来了 合理啊 不合理 哎呀 你俩今天怎么回事啊 莫名其妙的 天津礼 是不是有啥事骗我 天津礼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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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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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太感谢你了 我今天就特意来感谢你的 勇敢的 勇敢的 你说那时候多危急啊 谢谢你救了我的孩子 儿子快点 谢谢田叔叔 谢谢田叔叔 谢谢小脸 哎呀 看什么 看什么 等会儿孩子 我问问你 到底谁救的你啊 那是这样的 哎 咪咪 你看 这儿看得清楚 你看 当时啊 让一个过路人给拍下来了 就他们救的 你看 多清楚啊这视频 儿子你看看 小脸 你看看 这个孩子拍背的 是笨笨吧 对呀 在旁边吐泥的这个是你吧 对呀 那是 我没 我不仅哭泥 我还吐鱼 你说点儿 儒儒 你吐的鱼我都跟你养起来了 你说点儿啊 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说你救的人吗 你给我个解释 你也合理一下 这个视频呢 我当他孩子 说呀 还 玩 我 说呀 我 说呀 我错了 我做出的事儿 今天有环境我经常骗你 哎呀这么说吧 那个 是我们田径里救的孩子 不仅救了孩子 还把我给救上岸了 余小脸 万万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我今天终于看清你了 不是明明 你误会他了 其实第一个跳水救孩子的 就是小脸 他不会拥有 但是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自己 而是孩子 他的这份举动 这个精神 不值得大家感谢吗 小脸 对不起啊 我刚才误会你了 你依然是很伟大 依然是很帅 哎呀 你老说帅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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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帅帅 能不能换个词 这词都说两遍了 会啥词啊 什么 非我不夹啥的 讨厌 哎呀 帅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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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快别练了快快快 别跑 你怀孕的 快点下来 重大新闻 赶紧看朋友圈 哎呀怎么得了锻炼身体呢 黄小黄要卖房 怎么呢 黄小黄要卖房 我看我看 看 哎呀 不是 不要是他卖房子这个价钱 多少钱呢 40万 哎呦 小黄疯了吧 对呀 他那房子至少得50万呢 说的就是啊 老公 哎 经过我的深思熟虑 啊 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应该出手了 该出手了 必须出手 对 你看他现在卖这个价 找他买房的人肯定老去了 怎么办 你放心 有你老公前任分在 哼 你没有办不成的事 老公 我相信你 干就完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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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姐 我说女朋友咋吃了呢 东东我跟你说啊 价钱的事情 一分钱都少不了 40万 不是你看就钱 一两万块钱 哎呀 小土豆 哎 你来干啥来了 我 咦 东东 分哥 东东 不是哥你咋过来了呢 我住在小黄楼下 哎 我就来看看他 哥你跟他说说呗 40万 你做做他思想工作行不行 还38万 哎 你先跟他说着 我去找宝宝去 宝宝不见了 那行 那你先忙着啊 小心眼 怎么着 真打算买这房子啊 多好的房子 哥关键是便宜啊 才40万呢 是 是便宜 你不觉得便宜里边有问题吗 啥问题啊 我告诉你 东东啊 嗯 小黄搬到这个房子之前 特别特别的好 很正常 自从搬到这个房子以后 咋了 整个人都不正常 是吗 我希望看 好 哥 哥 他干啥呢 我哪知道他干啥呢 对 人家说了找东西呢 找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飘天花板上啊 等会儿他还说话呢 你听 宝宝 哦 你在哪儿呢 你别吓唬妈妈 不是哥好像不对劲吧 怎么着呢 黄姐不是单身吗 就是单身呢 她哪儿来的孩子 现在是白天 晚上12点以后更可怕 听见没有 她说她在找她的孩子 据说就她一个人能看见 我看见你了 你说 是你下来 还是妈妈上去啊 你看见了吗 我没看见 她看见了 这房子你还敢要吗 敢要啊 哥我跟你说 我这是长得五大三粗的 就这个封建迷信的吧 我还真就不怕 而且我觉得黄姐这样吧 肯定不是房子闹的 单身时间长了 精神压力大 是吗 这事儿啊 我见她了 咱顺着她吧 哎 姐 姐你别找了啊 那边没有 你上这边找来吧 别动 我看见她了 你看见啥了 你转过去 你别动啊 没动 别吓着她 啊 哎呀 怎么这么淘气呢 她找着啥来 哎 咋啦 不是不是不是 姐你怎么养个蜘蛛呢 不是 她是我宝宝 不是 你这么大个子 你不是啥都不怕吗 怎么还怕蜘蛛呢 这么大个个 胆子这么小 多可爱 你离近看一看 他们有名字 不是 一个叫奥利 一个叫奥 两口子 我养了两只 姐姐 你养俩呢 嗯 这是谁啊 她是奥利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叫奥 哦 哎对了奥呢 奥 哎哎黄姐啊 那个你搬家的话 你把这两口子可千万带走了啊 哎呀知道了 哎呦我的天 带走了就放心了 你心可真大呀 哎 带走你就放心了 你没听小黄说呀 奥利和奥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在这房子里住了这么长时间了 就没有几个爱情的结晶啥的 她俩还有孩子呢 我觉得孩子很多 人家孩子都在哪啊 地板上 哎呀 扎发上 呦 添花板上 呀这儿又来了 哎哎呦 我我在这个黄姐啊 喂 姐你来 咋啦 跟你说个事啊姐 啊你说 这房子我不想买了 什么 我不买了我害怕那个 話道说 你就是这有什么海胖吗 哎应该是 我跟你说 哎呀东东啊 到时候你下班一开门 好家伙 一万多只小蜘蛛 哆嗦着8條腿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那店 哎呀 這房子就不了了啊 millenn风 陈尔峰 你啥意思啊 人家不要 我看出来了你是来捣乱的是吧 我怎么是捣乱的呢小黄妹妹 我这很明显我是来帮你的呀 我怎么看不出来你来帮我的呀 小黄妹妹你给我说实话 你干嘛非得这么便宜卖你这房子呀 哎呀哥 我们公司吧要扩大业务 我需要钱需要50万 我手头上呢正好已经有10万了 我行司便宜点把这房子卖个40万 不正好吗 缺钱哪 缺钱你怎么不找我呢 我自己卖房花我自己的钱 我踏实咋的 不是你这也太便宜了 是你们家卖房子吗 对是这家卖房子 钱人芳 我在的时候你不许说话 卖房子呀 四十万是吗 对 签合同 签 签 签 大姐你应该有这个眼力 嗯 长眼道 大眼睛双眼皮一看就是敞亮影 行敞亮 我去给你拟合同去啊 好嘞 我稍等 哎 太好了 怎么着啊 怎么着啊 四十万想买这房子呀 啥的还能便宜呀 还便宜呀 这是够便宜的了 我告诉你这房子的装修是我干的 看见没有 跟新的一样 你要想买这房子 再加十万啊 啊 不是你谁呀 我是谁看不出来吗 啊 啊哈哈 户主是吧 所以说买房子的事 她说了不算 你得跟我商量 啊 我跟谁商量都行 啊 我就看中这房子了 是不是 啊 你说的对 装修啊 不错 我是应该再加点钱 不过呢 我要这装修没有用 我住进来的时候啊 我把这些都砸了 怎么的呀 妹妹 你喜欢住毛房啊 把胚字带上啊 毛胚房 哈哈哈哈 毛胚房 不是 妹妹啊 你用过啥 喜欢住毛胚房呢 我买这不是为了住的 我另有用途 不是 你干啥呀你啊 干啥 啊 从我这造型上 看不出来吗 这还真猛出来 看不出来呀 行 那我就跟你表演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技术啊 啊 Rocky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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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是谁呀 哦 哪呢 中介 啊 想好呀中介 行了 我媳妇也回来了 全家人到齐了 来坐下吧 我们谈一谈房子的事 哎呀 媳妇啊 那个 给你介绍一下啊 你肯定还猛着呢 对 这位妹妹要买咱们家的房 谁 这位妹妹买咱们家的房啊 他是一位摇滚音乐的创作者 要把咱们家改成这个创作室 哎呀我们这个小区别的不行 对 就这个文化这个氛围啊 是特别特别浓的 那老好了 你就说这栋楼里哈 那个左边呢是一个钢琴家 对 张老师 那是 还有这个右边 住的是小提琴家胡老师 听没听出点二胡的感觉 还有就是我们家楼下的小米粒子了 那歌声犹如天籃 对了 还有咱楼上那个小李 是吧 对 跳梯套舞的 那舞跳的 我们经常能在楼下的炒磕子里 找到分析 哎呀 哎呀你要是来了 咱们小区那个文化生活 哎呀 可就火热了 回头咱们组织一个 大型的交响乐团 开始表演 就这样被你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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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谁敢辜负 跳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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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们这什么小区 这也太闹腾了 哎呀 那个没事没卖 那个咱们共同提高 共同进步 共同闹腾 你拉倒了 我闹腾啥我 来来来来 签合同吧 好 合同都厉害了 你来看一看啊 签什么合同啊 这房子我不买了 不是咋不买了 都说好了吗 我发现大姐你这人啊 你为了挣点钱 你是真能撒谎啊你啊 我撒手 哎 要不是大哥好你好意告诉我 我就被你的虚假广告给骗了 幸亏没搬来 不然我这朵摇滚小花 就舍在你这个虚伪的大棚里了 我这儿多适合搞摇滚呢妹妹 就这氛围还摇啥呀 我直接滚了我 你笑什么笑你给我站起来 就小婴孩子 你们俩这个行为 你觉得对这个抬交有好处吗 哎呀 小黄妹妹 你误会了 对 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 不是啊 你让他自己说 刚才东东是不是也被你忽悠走的 对 东东是被我轰走的 你别瞎说话 那个小黄妹妹 你听我跟你解释啊 你看我跟你分析一下 如果你要把房子卖给别人呢 你是不是亏了 对 我卖给别人亏了 卖给你俩就不亏了 对呀 啥意思 你俩想卖房啊 嗯啊 要不然把他们都亏了呢 呦 我天哪 你俩想卖房 早说不就完了吗 搞这么多事啊 我念你家不老上这儿呢 是 行行行 卖给谁都是卖 邻里邻居的 啊 这么点 一口价 35万 成交 不行 35万 35万 35万不行 这 前任方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35万你还叫价呢 我告诉你小黄 这房子我买可以 低于50万 我不干 你看你老公太过分了 前任方 你 你是不是说脱了嘴了 对 我说的就是50万 哎呀 媳妇儿 老公你 我跟你说 刚才小黄都跟我说了 他们公司啊 要进行 扩大再生产 嗯 人家就缺着50万块钱 所以说 他才低价 卖他这个房子 他是急需要用钱 咱是邻居 咱不能眼睁睁睁的看着 他把这房子卖亏了呀 对不对 帮帮他吧 我说50万我买你这房子 嗯 你还是住你这房子 澳里澳也不用搬走 回头你有了钱50万还我 房子还是你的 柯柯 嗯 我觉得你说完这段话 人性的光辉在你身上 你就灿烂了 我就告诉你 我前任何有人性 太好了 我拟合同占 听我跟你说 这是个好事啊 咱们做了好事 咱尝点宣传一下 那必须得大力宣传 对 从现在开始 不光我们家的房子的首付 是我付的 嗯 小黄他们家房子的首付 也是我付的 现在就得开始宣传 对 解放兄弟们 我们家房子的首付 谁付的 你 小黄他们家房子 首付谁付的 你 哎呀 这够牛的 差不多了 小黄他们家房子首付 谁付的 你 嘿嘿嘿 快乐是个好妹妹 谁找到了 谁不累 嘿嘿嘿 快乐是个感到 谁配上谁就还配 嘿嘿嘿 大你也 很爱你也 很爱你也 小你也 很小你也 同时身边最快乐的人 嘿 快乐的吧 你一场快乐的吧 你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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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ily